我们现在要教的事情叫做热对物质的影响 就是东西吸热或放热之后会有发生什么现象什么影响 基本上是三个 就是温度会变化 或者是体积会变化 或者是状态会变化 这一段的重点是放在状态会变化 但是温度变化跟体变化我们以前学过 就是基本上会吸热的时候温度会怎样上升 放热的时候温度会怎么样下降 所以吸热温度上升放热温度下降 这叫做对温度的影响 那前面的条件状态不变我们后面再说 再来通常东西都是什么热胀冷缩的 热的时候会膨胀冷的时候会收缩 但是有一些例外 水啊 生铁啊 TP合金啊 不如是 比较重要的是水 我们待会再讲一次 水在四度吸的时候体积最小密度最大 为什么 国中不教 高中以后才会提他 为什么会这样 水在四度吸的时候体积最小密度最大 这件事要背起来要知道 后面会问 但我再讲一遍 所以水不是热胀冷缩 水是在四度吸的时候体积最小密度最大 这是后面要给你来提的重点 那么状态就是固态液态气态 当东西要从固态变液态 液态变气态 或者反过来的时候 就会吸热或者是放热 就会吸放热 那体积会热胀冷缩 那变化是以气体最明显 气体受热膨胀状况会最明显 一般而言是固体最不明显 这个大概看一看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气态的变化情形最明显 固体的比较不明显 好 当委会有一件事跟他有点关系的 后面再说 就这个 我们把一个瓶子装点水 或者我会换点有颜色让看得太清楚 然后呢 我把它加热之后 那个溢柱会怎么样 好 溢柱会膨胀会上升 挑剔的说 它会先降后升 预冷的时候会收缩会降 但是会先升后降 为什么 因为瓶子在外面先预热 瓶子先膨胀 所以瓶子膨胀 水就会怎样下降 但是等到里面的水也受热 水也膨胀 那么液体的膨胀比故意来的多 所以又超过了 所以又会后升 所以它会预热会先降后升 那预冷就倒过来 瓶子先冷 冷就收缩 所以溢柱就会上升 里面也变冷了就收缩 膨胀的多 收缩也多 所以液体收缩更多 这边就会叫做后降 所以就会先升后降 结果记住 理由我跟你说明了 受热时会先降后升 预冷时会先升后降 就跟那个固态 液态气态的膨胀的多少 有关系 有关系 OK 那么因为会热胀冷缩 所以就要做一些措施 避免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 造成一些危害 比如说 这个是所谓伸缩缝 铁轨也有一个伸缩缝 有个小小的间隙 就是让它能够有地方 让它膨胀 然后不会自己跟自己打架 而急力就弯掉了 所以要膨胀 这个叫伸缩缝 那油管也需 油管也会膨胀啊 那油管能够有个伸缩缝吗 不行啊 不能断掉啊 所以我们做成这样 弯起来 让它有个弹性样子 可以弹性 这都是为了它 避免因为膨胀的时候 挤压变形所造成的 很简单 然后呢 就问一个小学生就会的问题 乒乓球踩扁 凹下去了 可以怎么办 这个小学生就学过了 该可以怎么办 应该要找一个帅女生对吗 女生一般有16号吗 没有 没有16号 然后我们就找15号有吗 没有 也没有15号 然后我们就找 找个可爱小女生 15号13号 13号 泡热水请坐 让它加热 它就会膨胀 然后膨胀呢 就会把它爆出来 它就会恢复了原状 这个小学生就会了 重点就是要告诉你说 会热胀冷缩 而且气力膨胀的比较多 比较大 所以各位这样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的 警警弹的小问题 OK